首先大家要明白胃主胃气 因为胃气是通过肠胃的消化吸收 进而将能量输送到四肢百害 并最终透过皮肤形成了胃气 我们知道胃在人体负责消化需要经常活动 所以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叫做胃动力 那么从动静的角度来说 动为阳静为阴 所以我们要明白在人体五脏六腑当中 胃主动洗羊 只有温暖的胃才有助于活动消化食物 反之胃寒的话活动不畅就会消化不了 其次大家要明白肺主胤气 因为胤气是通过胃部直接蒸腾至肺部 再由肺部将能量周流于五脏六腑形成胤气 我们知道肺在人体负责呼吸和传送氧气 人如果剧烈运动后或者心情激动的时候 是不是就会呼吸困难呢 我们知道肺部燥热人就难受 反之肺部清凉人就舒服 所以我们要明白在人体五脏六腑当中 肺主静洗阴 只有呼吸安静平顺 人才能安逸 相反的呼吸急促的话 人们会感觉肺里呼呼冒热气 肺都要炸了 那么这里为了方便大家彻底的理解阴谓之气 我们就来罗列一些关键的词句 首先我们前面说 胃气在外属羊 阴气在内属阴 同时又讲了轻者为阴 浊者为位的说法 我们如果把这其中的轻和浊 比作水的状态的话 那么水动起来是不是就浑浊 静下来是不是就清澈了呢 前面我们也讲过 动为阳静为阴 所以轻者为阴 也就是对应了肺 煮静洗阴 生阴气 而浊者为位 则是对应了 为主动喜阳 生胃气 所以我们要明白 阴胃之气的本质就是 一肺一胃 一阴一阳 一内一外 一清一浊 一静一动 由此我们就要明白 养阳气的重点就在于胃 而养阴气的重点呢 就载与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